各位评审老师大家好 我今天所要报告的题目是 增香温湿度控制系统之改良 我们将实验分成三大部分 A部分 增香之探讨 实验A1 增香加热原理之分析 我们实际拆解增香内部 了解其加热的过程及原理 实验A2 增香温度变化之测定 我们利用热电偶 得知增香内部的温度变化 实验A3 增香加热保温之测试 我们为了证明 增香内部有明显过湿的情形 配合了实验A4 增香吸水量之测定 及实验A5 增香水活性之测定 而得知 增香内湿度逐渐升高 增香表面逐渐变得湿黏 B 电锅之探讨 实验B1 电锅加热原理之分析 我们实际拆解了电锅 了解其加热过程及原理 实验B2 电锅温度变化之测定 我们利用热电偶 而了解电锅内部的温度变化 实验B3 馒头加热保温之测试 我们为了证明 电锅内部有明显过干的情形 配合了实验B4 馒头吸水量之测定 及实验B5 馒头水活性之测定 而得知 电锅内的湿度逐渐降低 会使馒头的表面及底部 有明显干燥的情形 所以我们结合了增香 及电锅的优点 改良其缺点 而自行设计与组装了 改良型蒸香 C部分 改良型蒸香之探讨 实验C1 改良型蒸香之设计与组装 我们结合了蒸香温度控制系统 及电锅的加热方式 进行我们C1的实验 实验C2 间歇式加湿系统之探讨 为了不让蒸香内部有过干及过湿的情形 我们设计了一组加湿系统 在每隔固定的时间对蒸香加湿 实验C3 改良型蒸香温度变化之测定 我们为了证明改良后的蒸香之功效 所以利用了热电藕 进行实际蒸香内部的测定温度变化 实验C4 馒头加热保温之测试 为了证明馒头不会有蒸香过干及过湿的情形 配合了实验C5 馒头吸水量之测定 及实验C6 馒头水活性之测定 而得知 改良型蒸香内部的温度与湿度控制恰当 使馒头表面不会有太干及太湿的现象 我的报告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